由小游坑一路走到这里 您是不是会有点喘了呢 这里有一座非常棒的观景平台 我们可以在这一面休息 一面欣赏阳明山国家公园秀丽的山景 东侧这座近在眼前的山头是七星山主峰 对面的这一整排山脉 由北方开始 依序是竹子山 小观音山 几大屯山 下方的洼地则是远近驰名的竹子湖 竹子湖周围 由大屯山、小观音山及七星山等火山包围 早年这些火山爆发后 熔岩流将这片山间谷地堵住 渐渐积水形成湖泊 我们称为火山艳色湖 后来因为溪流侵蚀 切穿湖盆的下源才卸出湖水 露出平坦的湖底 在清朝的时候 汉人进入这里开墾 僻建农田 竹子湖才逐渐形成今日的景观风貌 仔细观察眼前的竹子山及大屯山等山头 您是否注意到在接近山顶的附近 几乎都是由芒草或建筑所形成的草原 而高大的树木则大部分生长在某一个界线以下 这种特殊的现象称为森林界线 一般来说台湾的森林界线约在海拔3600公尺左右 而在阳明山国家公园境内 海拔约八九百公尺就可以看到 可说十分的独特 此外在阳明山海拔不到1000公尺的地方 便可以看见许多原本在中央山脉生长于约2000公尺左右的植物 例如在这条步道两侧即可看见的昆蓝树与台湾龙胆等等 这些特殊生态现象的形成与东北季风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说阳明山的生态环境是整个台湾生态系统的缩影 拥有丰富的内涵 非常值得您来认识